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可是在笑自己 闭嘴 一条狗 主子喂的肉多了 竟也想当上主子了 继续嘴硬吧 等刀架在你脖子上 你就不会再笑了 陛下 俺来救驾了 快放开陛下 哼 区区砸兵也敢挡我的路 不过说明亲兵大军也应该不远了 还是尽快突围为妙 公无不克 下无不胜 陛下为何还能发笑 你敢杀朕吗 为何不敢 我在等 等你李家的公主来 我要的是你满门性命 朕无此 今日若崩于此 大下诸侯并起 混战期间 宋金碧趁势而入 其后 国将不国 我为何要在乎这些 因为 狗都是贪食的 他们闻了肉味 自然便不想再吃虫毛了 贪欲权利 总没尽头啊 贺兰 你真以为王座是那么容易做上去的 你以为 你缺缺贺兰家的名声 就能叫你做得稳着王座 你 我没说错吧 贺兰统领 呵呵 看来你确实忘记了我 忘了当初你立国之初的血迹 忘了追随你多年的忠臣 忘了你为了巩固你的王座 究竟都干过些什么 也是 人总善望 不善望的人 只能隐姓埋名 成奴隶 再一步一步爬 伸手碰到你的位置 我用尽了力气 费尽了心血 爬了这么多年 就到我 都以为这一期永远不会来了 哼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知道你终究会变成谁 无需再此时多言了 贺兰 日后 你且看着吧 不二